之前很多朋友敲完就金山合約之下的各方觀點 今天我們來講中華民國觀點 其實就是我打贏抗戰 我是聯合國正統中國代表 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以後 頒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就寫道 台灣澎湖的日軍是向蔣介石投降 台灣毫無疑問的是由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政府接管 而後日本與中華民國又簽署了中日台北合約 明定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狀態 自本約發生效力之日起即告終止 雙方承認日本已在就金山合約放棄對台灣澎湖群島 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力 權力民與要求 因此也正式確認台灣的主權歸屬中華民國 當然真的是這樣嗎? 參與台北合約簽訂的維島英德卻這樣說 這主要是為了台灣以及澎湖島的住民 或曾經是那邊的住民要來日本 或前往其他國家時的方便而設置的 所謂的方便是 譬如現在法律上的方針 是因為台灣以及澎湖島的最終領土歸屬還不清楚 中華民國代表葉公超也說 雙方話文中制定的適用範圍 是指我國政府控制下的一切領土 所謂控制是一種事實的狀態 並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意義 與法律上的主權截然不同 連簽合約的人都不確定到底是不是了 不過為了反攻大陸以及國家團結 各位同胞們就將就將就吧